南投县信义乡的龙虚菜近期受到市场的青睐 尤其在浊水溪县的布农族部落 种植产量相当的多 为地方产业带来收益 义员史清水除了肯定农民的辛劳以外 也向政府单位要求多加辅导关心 我们信义乡目前盛产的龙虚菜 尤其是在浊水溪县 仁和村 潭南村 地利村 酸龙村 都现在正盛产的龙虚菜 但是因为上次的大雨大雪 有一些龙虚菜受到审害 像这样的部分 我希望我们政府单位能够调查来补助 相较于其他蔬菜 龙虚菜比较不容易受虫害影响 农民种植时多不使用农药喷洒 成为最天然健康的蔬菜 农民补充表示 龙虚菜一年四季都是采收期 在阳光充足的夏季产量较高 不过一旦天气转凉 产量也会跟着减少 一年四季都对我采收 可是到冬天的话 比较少量 夏天的时候会量比较多 比较漂亮 茂盛 也是一样才不玩这样子感觉 这个龙虚菜呢 是在我们新乡来说是 生产方面 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都有这个得到 奇葡营的认证 品质非常的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加以利用 为感念农民的辛劳 一元史金水也鼓励民众 多加采购天然的有机作物 提升部落产业的收益 进而改善农民的生活品质 也希望大家能够介绍 我们的朋友买我们新乡的龙虚菜 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呢 在这个收益方面 更多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近年来在台中区农改厂 进驻辅导之下 部落种植的龙虚菜 不仅获得吉普原认证 价格也更加稳定 希望政府相关单位 也能够多加关心县内的农业发展 为地方创造更多收益 民意新闻洪家宴信义采访报道